按照自治区新冠疫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,海南区贯彻落实四早防控策略,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,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监测预警工作。 从2020年12月开始,海南区卫健委联合区餐饮保化监督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海南区人民医院、区疾控中心、拉松柱社区服务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,通过实地走访、查阅资料等方式,围绕餐饮单位餐具清洗消毒管理制度落实,就餐区域干净卫生状况,从业人员健康防护,冷链食品运输监管,集体就餐单位宴席报备, 返乡人员核酸检测,重点地区返婚人员排查隔离等情况,深入基层一线,主动靠前监督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,抓紧抓时抓细,常态化疫情防控。 目前,海南区共检查餐饮单位53户,出动执法人员106人次,全区累计进行核酸检测2474人次,检测样本3292份, 其中农贸市场、海鲜市场等环境样本818份,严格按照身体健康和资源接种原则,对9类人员进行摸牌后接种, 目前已接种1000人,暂未发现不良反应,外地返婚人员11人在指定隔离区进行隔离观察,现全区疫情防控工作正有序进行中。